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要訓外小心 如果有些建制派的藍絲在附近 我們又要訓外小心 對面可能有些電子警察 但是我們在重建的時候 有幾樣東西要留意的 如果你都要帶些文宣 下來貼這個電動牆的時候 第一樣 用膠紙貼這個電動牆 它不會告你 它告不到你刑事毀壞 如果你用膠水貼實些東西 它剷的時候 很難剷得掉 它就會告你刑事毀壞 如果你噴池 噴池在地上 它又會告你刑事毀壞 所以一定要訓外小心 知道法律的特別地方在哪裏 五大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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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還有 四個人 你們不要聚訓五個人 你們四個人 雖然你說 如果我們四個人 警察都會拿多一個加起來 會罰我們錢的 現在是這樣的 現在香港社會已經變了 如果你們四個人 警察拿多一個加起來 就五個人 就說你們是犯了那個限聚令 每人就要罰你二千元 但是如果你 被警察罰了二千元 各位市民要留見 如果有警察開了一張告票 給你罰二千元 你 你 另著那張告票 有沒有人見過那張告票的 你們 有沒有人見過 我見過那張告票的 不是罰過 因為有些朋友 找我們幫忙 我們就拿那張告票 看看 那張告票是怎樣的呢 那張告票就 好像抄牌的那些 開車的那些告票那樣 另著後面 它有一些條文在這裏 那些條文就是 如果你不想交那二千元 限聚令那二千元 有沒有辦法呢 有辦法 你寫回一封信 封信是怎樣寫 我現在講一次 如果你被人罰了二千元 你可以不交那二千元 寫封信 寄去給法院去講 你為什麼不交那二千元 例如 你那個封信是這樣寫 本人 陳大文 身份證號碼 A123456 會老七這樣 不會 挑交二千元 限聚令罰款 因為 本人 沒有 超過四個人 在公眾地方聚集 本人 是被警察 將五個人一起 集合在一起 來誣裂本人 是犯了二千元的限聚令 狠請法院 作出一個公平的判決 本人 不會挑交二千元 限聚令的罰款 首先第一步 各位落庫的街坊 留意 如果有一天 你在這裏 貼上連同牆 有警察走過來 將五個人 納在一起 然後每人罰二千元 你拿著那張告票 就不要打算交二千元 第一件事 我們要做的 反斷張告票 寫回 剛才我講的那些事 如果不記得 我講一次 本人 新聞證 5號碼 A1234567 不會挑交二千元 限聚令的罰款 原因是 當日 幾年幾月幾日 下午幾點 我在落庫這個 地鐵集機出口 我沒有五個人一起 我是和我朋友一起 是警察將我們五個人 納在一起 來罰我們二千元 這個是不合理的 請法院 作出公平的判決 但是現在的法院 會不會做一個公平的判決呢 我們都是很懷疑的 是不是 有人在連龍場 將軍告 拿把牛肉刀 斬那個女仔 斬幾個 我們的黃絲帶的 連龍場 那些的朋友 法院 的法官 就說這個兇手 是高尚的情操 各位市民 所以 所以 高尚的情操 是啊 高尚的情操 高尚的情操 那把刀上面的情操 現在這個法院的法官 都已經將黑講成法了 已經將曲講成席了 是不是 有警察了 我們一開咪 那些警察就來了 是啊 他要看一下我們有沒有四個人 大家留意啊 不要四個人 連一堆 這些就是叫做死黑警 有證積經的事情 又不做 就是這些死黑警 各位市民 他夠膽死 他嘗試下落地 嘗試亂抓我們這裏 五個人 就說他是那個限聚令 各位市民要留意 這個是我今天要講的第一點 如果你被人罰了二千元 你反轉那支報票 在後面那裏寫 封信 寄去法院 是不交那些二千元 這個是第一點 各位市民要留意 雖然現在的法院 我們都不會相信 現在的法院 現在的警察走了 那些死警察 死黑警了 這些 現在這些人就是政權的幫兇 政權叫他做什麽 他就做什麽 和法院的法官是一樣的 現在 如果斬人那個是黃絲帶 黃絲帶 那些學生在家裏 那些警察就高調上門 去抓他們 說他們有很多電線 說他們弄炸彈 那些學生 接著法官就誣誣那些學生 法院就誣誣那些同學生 現在年輕人學生就是有罪業的了 各位市民你留意 現在我們想說一些真正的 說真話 都說不到的 各位市民 來吧 叫做阿sir 你開張二千元的告票給我 讓我示範一次 怎麽樣不交那一千元 這些法庭 這些警察 我們是要不要害怕他 如果我們害怕他 我們收聲 我們不出來逛街 不出來遊行 這個政權就會變本加厲了 各位市民 這個是我說的第二點 六四 查新聞證 查那個街坊的新聞證 你看看現在 他留意著那個街坊 那個街坊是我們的 黃絲街坊 見到他是黃絲帶 就馬上查新聞證 你看看那個街坊 那兩條死警察 就是他有權這樣做 當然 警察 是的 他是黃絲帶來的 這個男士 剛剛他說都尚城做那個男士 是的 就是那個我認得他的 那個街坊 他有沒有 警察有沒有權力查身份證 當然是有的 警察查身份證 你認著阿牧 你認著警察在那裡查身份證 警察查身份證的權力 是一個警權來的 這個警權 是我們市民賦予他的 他就用這個警權 打壓回我們這些香港的市民 各位市民 站開一點點 不要四個人站在一起 給他們一個藉口 罰我們每人二千元 你說我們不是站在一起 他就叫你上個法院 跟我法官講 不要跟我們警察講 那我們是很大的成本 但是警察是沒有成本的 他抓人上法院 告不進那些人 他就撤銷控罪 他是沒有成本的 現在是不是 你看到他們法院裏面 律政司要告那些被捕的人士 那些年輕人 年輕人 學生哥 抓是李柱銘 不要經常講年輕人 是阿伯來的 李柱銘 82歲的李柱銘 不可以的 都六七十歲的 都要抓他們 他們出來的遊行 是的 可以抓他們的 因為他們那天遊行 警察是反對他這個遊行 但是他出來的遊行 是不用警察批准的 他是和平的遊行來的 我們有和平集會 表達我們權利的自由的 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人權來的 所以李柱銘 吳海兒 李柱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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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仁他們 全部是和平 拿著一條的 banner 走出去 維多利亞公園遊行 這個是合法的遊行的表達意見自由的權利 這個是人權來的 各位香港人 各位六貴街坊 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人權 基本法是保障我們這個人權的 真是太好笑了 基本法是甚麼來的 基本法是保障我們的人權 但是基本法是解釋的權力 不在我們市民那裏 在中國共產黨那裏 中國共產黨要怎樣解釋那個基本法 他們是怎樣解釋的基本法 本來基本法22條是限制大陸佬的權力 中聯辦、港澳辦 不可以伸的手來干預我們香港的立法會的運作 但是中聯辦、港澳辦說 我們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在他們那裏 他就說22條基本法22條 你知不知道基本法有多少條 考考你先 有沒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基本法有多少條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就叫做曾國偉 是不是曾國偉 那個徐英偉是民政事務局局長 接替劉光華那個 徐英偉是民建聯的 答不到基本法有多少條 民政事務局局長 都不知道基本法有多少條 現在我告訴大家 160條基本法 你上網找基本法來看一下 我們大家都認為大家都有基本法 大陸佬又要遵守基本法 香港人又要遵守基本法 主要基本法就是限制政府的 基本法不是給我們市民遵守的 基本法是給政府遵守的 一條憲法 所有的憲法不是說你過馬路 一定要看綠燈公仔過馬路 這些不是憲法 這些是法例 綠公仔才可以過馬路 如果不是就罰你 2000塊 1500塊 這條是法例來的 基本法不是這些綠公仔才過馬路 這些法例 基本法是用來限制政府的權力 即是說基本法是保障市民的言論自由 遊行自由 集會自由 基本法22條是說明大陸的機構 是不可以干預我們香港的內部的事務的 因為這個是一國兩制 我們很怕你大陸佬啊 我怕你大陸佬的法例拿來香港實行啊 所以去年送中條例 就有這麼大的抗爭運動在社會出現 我們今天這個是健康講座來的 為什麼今天這個是要叫健康講座 因為如果這個不是健康講座 他就會過來罰我們2000塊 說我們罪的市民在這裡 來傳播那個武漢的肺炎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健康講座 剛才我說的東西就是 香港的社會 香港的政府是非常之不健康啊 病了啊 基本法本來是一條健康 社會健康 政制健康的一本的守則 我們根據這個基本法 160條基本法 每一條都講明了我們有什麼自由啊 我們是怎樣怎樣怎樣啊 大陸佬的手不能伸下來香港啊 現在大陸佬說 什麼啊 現在一國兩制啊 一國是大過兩制的 一國的權力是大過兩制的權力的 所以我們大陸佬呢 就要伸一隻手下來了 透過中聯辦 透過港澳辦 伸一隻手下來了 郭榮鏗你不能做立法會員啊 郭榮鏗今年九月是不會再可以選立法會了 為什麼啊 因為中聯辦和港澳辦講明了 郭榮鏗是違反他的誓言 他的誓言是什麼啊 每一個立法會議員都要立一個誓言 那個誓言就是說 我要效忠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你們就是特別行政區裡面的人啊 我們選立法會 我們做立法會議員 是要服務各位香港市民啊 效忠各位香港市民 不是服務這個政府啊 不是效忠這個共產黨啊 大哥啊 郭榮鏗現在在立法會裡面講的真話 他按照議事規則去選這個主席 那你說你選這麼久都選不到 我選六個月都選不到 太離譜了 他沒有犯法了 他根據議事規則去進行那個 因為有很多民主派的人都想選那個主席啊 未被那些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去講 為什麼他要選做內會的主席咯 那些警察走啦 那些警察不敢過來啊 那些警察 那些死警察這輛警察 我告訴你 這輛警察會經常在這裏兜圈的 很快又會在這裏出現的 但是他不敢落地搞我們 告訴你那些警察 只是搞那些香港市民 搞那些小朋友在這裏貼連儂牆 等一下我們就在這裏貼這個連儂牆 所有的年青人聽著 如果你認識那些年青人在這裏附近住的 他要重建這個連儂牆的 現在就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叫他們來 我們一起就貼這個連儂牆 那你說今晚一刻 他們藍絲又變回這個連儂牆 那怎麼辦啊 那些藍絲變成這個連儂牆 我們又再貼這個連儂牆 現在香港的 權力在警察那裏 權力在法院那裏 本來所有這些權力在人民 在大家那裏 林鄭月娥的人工是高於特朗 很高於習近平啊 林鄭月娥的人工 全世界第二高的人工 首長就是林鄭月娥 第一個人工最高全世界 知不知道是誰啊 新加坡的李顯龍 全世界第一人工高 整百萬一個月 那香港都有很多人高人高 過林鄭月娥的當然 金融管理那些就高過她咯 地鐵那個主席 地鐵那個總監 也高過林鄭月娥的 醫管局那些都高過林鄭月娥的 是很不合理的這些事 醫管局叫她買多幾個口罩 給那些護士 給那些醫護人員都沒有 健康綱座啊今天 所以今天我們拿了這些口罩來派 拿了一些選民登記表格 有些人是被登記做選民的啊 你們有沒有投票啊 區議會的投票有沒有投票啊 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 你們要投票啊 你知道嗎 登記一套選民嗎 登記一套選民 那你說有些人說 都沒有用啦 會去DQ我們啊 如果我這些去DQ我 那你都選我不了啦 你投不到我的票啊 不要緊要 你要登記一套選民先 要有個民意 起碼很多很多人登記做選民 你想投票 但是最後都投不了票 因為沒有你想投的那些候選人 因為被人DQ了嘛 那你就告訴這個政府 你們要聽 我們更和平 用一個選舉的方式 希望選一些的人 進去立法會那裏 在立法會裏面解決那些問題 不想在街上解決那些問題嘛 如果立法會 如果議會 解決不了 現在社會上有一個紛爭 為什麽社會會有紛爭啊 因為有我們這些人在那裡吵 不是有我們這些人在那裡吵啊 送中運動 為什麽反送中運動會搞到如可如逃啊 為什麽會打到悲喜出來的街道 因為這條法例有200萬人上街遊行 反對送中條例 但是林鄭月娥都一意孤行 要將這條送中條例擺上立法會嘛 因為立法會會舊票通過 他理得你幾多人遊行啊 無論有幾多人遊行 他都照過你 那條送中條例嘛 問題就是在這裏嘛 各位市民你明不明白啊 政府一意孤行 法院 將那個斬人的人 稱呼他做 情刀高尚情操 因為這個斬人的人自己去投案 自己去自首 而這個斬人的人是被整個運動搞到 這個人要斬人的 為什麽那個人要非禮人啊 要強姦人啊 因為那個女孩子穿得這麽性感 所以他就被人強姦了 是一個這樣的邏輯來的 大哥啊 各位市民啊 醒了沒有啊 清楚了沒有啊 各位市民 現在無論是警察 是法院 是立法會 是那些高官 林鄭賊婆 Hello Hello 他們全部全部 都不是服務我們香港人 全部全部是服務中國共產黨的政府 各位市民 而中國共產黨 這個不是政治的藍黃之分離啊 大哥 這個是講誠實的說話 還是講歪理 講真話 還是講謊話之分離啊 各位市民啊 共產黨靠得住豬腦都會上樹啦 當年的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當年的基本法 你好啊 當年的基本法 為什麽要寫基本法啊 就是當年的香港人移民啊 他們很害怕啊 他們害怕的 多謝你 他們害怕的 多謝你 多謝你 他們害怕的 因為他們要 bore舞氣 他們要找些藍�面 給補氣 他們知道我們香港人很害怕大陸人啊 為何會游水下來啊 當年劉夢宏 攬著我 攬著波游水下來 為什麽當年 這麽多人游水到香港啊 為什麽呢 因為怕了你大陸人啊 怕了你大陸政府啊 悼是說成白啊 悼是拗反直啊 我怕了你 所以要游水下來香港 今年是2020年了 1997到2020是多少年了 9707172020 23年 23年大陸佬就忍不住了 他要控制你的法院 他要控制你的警察 整個警隊裡面都有很多武警 很多大陸人 很多解放軍 混入了你的警隊裡面 那你說 你有什麼證據呀? 那些警察不懂得說廣東話的 那些警察是大陸佬來的 那些警察吐得很狠的 大陸警察來的 吐我們的年輕人 吐我們的學生 健康講座 這些事情很不健康的 怎樣為之健康呢 可以 洗多些手 戴多些口罩 就預防這個武漢肺炎 這個是醫我們身體的病 社會的病 怎樣可以回復健康的香港 各位市民 就是做好那個一國兩制 如果做得好的話 現在是沒有一國兩制的了 現在是一國一制 我們香港 我們現在是一國一制 現在我們香港是一國一制的了 陸佛的街坊 痛定思痛 留意一下 各位市民 大陸佬忍不住了 他要把我們香港 他要橫向來 不再說謊了 不再軟軟軟軟軟了 所以拉李柱銘 拉吳凱宜 拉表黎 拉這些口罩 美國勢力的 拉了他們 這些人 上一代的那些人 楊森 全部拉了他們 坐牢 劉曉波 在香港會出現劉曉波的了 戴耀廷社民 現在還沒抓 是以言入罪的嘛 不用立23條的 你知不知道我們香港人一直以來 認為最危險就是立23條 其實不用立23條的 23條就是以言入罪的一條法例 各位市民 你說一個說話 他都會抓你 這個就是23條 共產黨靠得住 豬腦都會上船 就抓我的了 因為這樣是分裂國家 是肩覆國家政權 劉曉波嘛 共產黨靠得住 豬腦都會上船 共產黨跟你講法律 共產黨自己就是法律 是啊 現在認見了 基本法22條 我們一直以為是限制中聯辦和港澳辦 你的手不能夠伸進我們香港 因為我們河水急犯井水 我們有一條界線的 我們跟你是不同的 是啊 本來我們以為是這樣 但是共產黨跟你講法律 共產黨自己就是法律 他說這條法律不是這樣的 22條是不包括中聯辦和港澳辦的 他遲些可以用解放軍加入警隊都行 其實已經加入了 他又說解放軍加入警隊 他也是不違反基本法 任他所說的 所有事都是任他所說的 你講港獨 來 現在這些人這樣 你講港獨嗎 我們就DQ你 你講自決 我又DQ你 你明天講民主他都會DQ你的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以為我講大話 或者講笑話 第二天 譬如說民主 我要爭取香港人有民主 他會怎樣DQ你 他會說我最了解基本法 我最了解大陸老闆說什麼 我老爸我爺爺在大陸游泳下來的 幾十年前 我的表哥表姐姨媽姑姐全部游泳下來 躺在我家裡一張尼龍床 現在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尼龍床 老人家就知道 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尼龍床 馬閘啊 叫那張馬閘 我的表哥表姐全部在大陸游泳下來的 當年 你講民主他就說 民主這些東西是美國佬的東西來的 美國佬才講民主的 你講民主 你就是勾結美國佬勢力 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就是迷害國家安全 所以DQ你 這樣可以行不行 當然可以啦 當然可以 你講 我又再講 我們說香港是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是什麼 行政 就是林鄭拆帽那些行政 立法就是立法會 司法 司法就是法院 司法就是法院 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 在歐美的西方國家 就是三權分立 美國佬 英國佬 歐洲佬 三權分立 但是在大陸是不是三權分立的 大陸是不行三權分立的 中國共產黨 是沒有三權分立的 好啦 如果你說 今天我在這裡說 又DQ了 我是認為香港應該要三權分立 因為這樣可以權力制衡 阿爸 阿爸 阿妹 三個人 大家權力應該均衡一些 互相制衡大家 但是大陸佬說 不行 因為大陸不是行三權分立的 你香港 是大陸的其中一個城市 大陸不是行三權分立 香港都不能夠行三權分立 誰認為香港要行三權分立的 就要DQ了 對不對 會不會 當然會啦 沒有人讓我看得那麼清楚這些東西 所以各位市民 但是我們要不要說 我們都要說 為甚麼 健康講座 今天這個是一個健康講座 李文亮醫生死了 在大陸 第一個 頭幾個醫生 他說武漢肺炎 很大鑊 要通知全世界 很危險 大陸 李文亮醫生 就被人 拘捕 開頭 但是今天李文亮醫生 你知道他做甚麼嗎 變了烈士 大陸佬說 李文亮是我們中國的一個烈士 一個偉人 大陸 什麼都是大陸佬理我 共產黨說你是罪犯 你就是罪犯 共產黨說你是英雄 你就是英雄 這個是這樣扭曲自卑的時代 各位市民 這個是不健康的 各位市民 我們要講出這些真話出來 唯有真話是可以抵抗這個 講謊的共產黨政權 和香港的垃圾政府 我們一定要講真話 我們一定要講有良知的真話 我們有自由 他講 我們沒有很多自由都沒有 我們沒有遊行 我們遊行的自由沒有了 因為警察不讓你遊行 六四 你們六四都會去維多利亞公園 但是警察政府說六四 不能去維多利亞公園 因為現在疫情很嚴重 要封鎖維多利亞公園 那李卓人就叫你 李卓人是搞六四集會的 你們各自在家裡悼念六四 喂大哥啊 兩件事來的 我自己在家裡 誰知道垃圾 祈禱悼念六四 我天天做都行的 我六月四日那晚 就要去維多利亞公園 和幾十萬幾萬的香港市民 一起點蠟燭 一起打到共產黨 一起叫他死定習近平 一國兩制已經死了 我就是要在維多利亞公園 講這句說話 和幾十萬幾百萬的香港市民一起 是嗎 我們要這樣 我們不是要家裡點蠟燭 在那裡提到 哎呀天主啊 拿來訪訪啊 我們不是要這樣啊大哥 所以六月四號 就算警察 現在他錄了這些 他錄了我 警察就會用我這句話告我 這個叫以言入罪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怎樣說警察就會告你 怎樣說警察就告不到你 我示範一次 如果你想被警察告的 你就要像我現在這樣說 六四 維多利亞公園 就算沒有那個 不犯對風之書 就是警察不給你 維多利亞公園 我們都主要去維多利亞公園 主要進去維多利亞公園 跟警察對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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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看 我示範一次 但是 我又示範第二個感覺 警察抓我不到的 告我不到的 我再示範多次 這個感覺 我示範 6月4日 警察不給我們 在維多利亞公園 悼念六四 但是 6月4日 那晚 我們在那個 銅鑼灣那裏 走來走去 沒有犯法 在銅鑼灣 維多利亞公園 圍著 大家自己各自拿著蠟燭 是沒有犯法的 我不是去維多利亞公園 就是西方不給我們去維多利亞公園 但是我老虎住一層 每一個人 自己兩公共 兩兄妹 一家四口 父母 父母 哥 妹 拿著蠟燭 在維多利亞公園 附近一帶的 銅鑼灣的地帶那裏 來到去逛街 大家見到對方手上的蠟燭 大家閃閃頭 微笑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 記住 三十一年前 在天安門 就是這樣 血都未乾 天安門 死了那些人 投胎了 三十一年前死了那些人 投了胎了 你知不知 那些人投了胎 那些人 那些人投胎做甚麼 回來報仇 那些人 當年鄧小平 還撞車車死 三十一年前 車死這些學生 這些全部是這個國家的將來 所有人 如果有人問你 喂 你是不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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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中國人死了 三十一年前 在天安門死了那些 就是中國人 你知不知 李思煙 陳靜心 林鄭月娥 聶德權 梁振英 你知不知誰是中國人 三十一年前 在天安門廣場 被鄧小平打了車 車死了那些 本來就是今天的中國人 你跟他說這些話 不要再問我 我是香港人 對不對 說話 自己的國家殺死 自己的學生 就不好意思 叫我們認自己是中國人 你都瘋了 各位市民 你知不知 這些叫講真話 我現在這些叫講真話 對著共產黨 就要講真話 對著香港政府 就要講真話 各位市民 對不對 7-1 我講完六四 講7-1 7-1 本來年年都可以遊行 今年政府 7-1 沒得遊行 因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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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疫症 有新冠狀肺炎 今年7-1 沒得遊行 那有些人就說 啊 那我不行 是不是這樣啊 當然不是這樣 我又示範一次 我怎樣說 警察會拘捕 拍著我 如果你說 7-1 警察不給我們遊行 我們照出來遊行 那就拘捕了 那就拘捕了 已經是二十三條來的了 言論自由來的 大佬 7-1 警察不給你遊行 我們偏偏要出來遊行 吹啊 那就拘捕你了 我就被人拘捕了 今年年初一 我就被人拘捕了 今年年初一 我怎樣被人拘捕啊 今年年初一 我被人拘捕 是因為 我上年 去年年尾 有一個集會 在中環的 遮打花園 他們想著遊行 走去銅鑼灣的東西 調轉走 但是警察不讓他們走 我在一個集會那裡 就說 警察不讓我們走 我們照遊行 好不好 那些人說 哦 不如警察就拘捕我了 年初一 因為我講了這個說 但是如果你不想被警察拘捕 你可以這樣講 留意啦 各位住民 各位香港人要留意啦 如果你想不想被警察拘捕 但是你又想講 剛才那些東西 是怎樣講啊 我又示範一次 上網facebook打出來 那些人都要小心些 如果你在上網facebook打出來 警察不讓我們遊行 我們照遊行 那他們就會拘捕你 但是如果你facebook打 警察不讓我們遊行 你好 但是我們香港人 照出來走路 照出來山谷 照出來銅鑼灣那裡賣東西 是沒有犯法的 如果你這樣講 警察就拘捕你 現在我們其實 其實香港 其實我這樣講話 已經變成跟大陸是一樣了 你聽得到啊 為什麼我說香港現在不是一國兩制 是一國一制啊 你好 喂 剛才警察你收了一證是嗎 我收了他 沒有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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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好像這個小孩那樣 你講不講兩句呀 被人收了一證的經驗呀 不用了 我講完你一份 剛才 我有啊 隨便拿吧 過來 隨便拿 是不是警察查他的身份證呀 這個阿叔 查你身份證就是小事啦 他 他推你埋牆 吐你幾滾 可以不可以呀 當然可以啦 現在可以不可以呀 當然可以啦 因為共產黨就是土匪 中國共產黨和香港的港共政權 就是土匪各位香港市民 你醒了沒有 一國兩制是騙人的 從一開始 就知道這些人是騙人的 一國兩制 是騙美國佬 騙歐洲佬 騙香港人 其實我們香港和大陸是不同的 是有一國兩制的 因為大陸佬不想躲在那塊面 想保持著香港 和美國佬做生意 是不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現在美國佬和大陸佬 已經大家都 反了面了 不需要再掩掩掩掩掩 所以一國兩制 在現在這個情況 是沒有意思了 所以大陸佬就不再需要掩掩掩掩了 一國一制是在香港出現了 已經 所以請各位市民醒 我們有沒有法治 我們當然沒有法治 警察犯犯會不會拘捕他 不會拘捕他 他有槍 他有炮 誰出糧給這些警察 是你和我出糧給他的 交了稅沒有 剛剛早兩日我交了 我交稅那一刻 我是最痛苦的 因為我交這張稅單 有炎氣的 你知道嗎 可以七月才交 我今年 不過我就 不如死痛了 懶事 經常對了稅單 交完之後撕爛他 交稅那一刻是最痛苦的 我天天罵林鄭月娥 我天天罵聶德權 我天天罵梁振英 我天天罵死警察 但是我要交稅出糧給他 我頂你的肺 是不是啊 是不是很痛苦啊 大哥 那你說我不交 不交不行的 他會問你的老闆 在你出糧那裏扣你夠錢 有人試過不交稅啊 你們 我們有人試過不交稅 叫他講講他的經驗 有些人說我不交稅 那你說就行 他稅高會追你的老闆 甚至追你的銀行 稅高 在你銀行戶口製造 那些錢都交稅 你說咦 這樣的嗎 是啊 各位市民 貧窮的人有福了 聖經說 一窮二百的人 就不用怕這些事 其實 你只要在銀行戶口製造 一窮二百的人就是最無敵的 我告訴你 耶穌講 貧窮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住他窮的 現在我們交稅啊 大哥交稅是養活 警察交稅是養活 林鄭這個政府 全世界第二高薪工是林鄭月娥 第一高的是李婉龍 新加坡 特朗普遠遠都沒有救 林鄭月娥這麼高人高 你說瘋子嗎 是啊瘋子 大哥 我們現在香港 選立法會 我今年如果報名選立法會 你會不會DQ我呢 他想DQ我又可以 不DQ我又可以 就是這樣 快必 這個人人民力量 經常說一國兩制沒有 就說現在一國一制 他根本是不支持特區政府的 所以要DQ這個人 不能去DQ 但是他不想DQ我這個人 快必 同一個人人民力量 他又沒有講港獨 又沒有講自決 他沒有講啊 我沒有講 好啦 你再入閘吧 任他講啊 任他玩啊 大哥啊 那我們怎樣啊 我們是不是獨立啊 有些人說 所以有些人說 香港獨立 唯一出路 你想想想 越來越多人信這些東西 真的 因為你這樣夾過來 我們那些說香港獨立的那些人 他都沒有任何出路 各位市民 我們認為 我們一直以為 在立法會 在立法會 解決街頭的那些事 為甚麼那些年輕人要出來 扔磚啊 扔磚啊 為甚麼 為甚麼 因為本來在立法會裡面搞定 那些事 立法會 見到有二百萬人出來遊行 就不可以過那條送中條例 那些年輕人就會出來扔磚咯 大哥啊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立法會 可以解決到社會上的紛爭 不會有年輕人出來打爛交通燈咯 他最多在立法會裡面打爛些燈咯 沒有所謂 在立法會打爛些東西 是不是 但是他這樣 你是不是 我講真話 大哥 講真話而已 大哥 你在立法會裡面 你解決不到紛爭 就出來扔磚和放火 我都放火啊 大哥 我都打警察啊 大哥 想 又拉我了 加上就不拉 不加上就拉 現在講話好像大陸一樣 大哥 好痛苦啊 大哥 你明不明啊 見到警察行過 打他 想 很想 我真是很想 但是我打他 他會拉我的 他打我是執法啊 大哥啊 是不是啊 警察可以亂打人 我們不可以亂打警察 那些藍絲不要緊 你贏了 不用問問我老母的 你贏了 那些藍絲 因為警察又是你的人 法官又是你的人 林鄭又是你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垃圾來的 死的藍絲 拖 是不是這個 拖著那個年輕人 上去那個 那兩個兒子 那兩個兒子都已經過 2047的 這些就是垃圾藍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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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香港有自由 你就走去搞到沒有自由 你這個兒子 指鹿圍馬 顛倒是非 說戴話 就是這些人 你兒子都要經過2047 明明有自由 你就是不要 那你不如去北韓住 更加享受那裏的一國武制 不要生兒子 害死你下一代 接受警隊的新議案 大陸人是怎樣 大個我的自願 是要做貪官的 你老美 在街邊車死 車到那個小孩 要車死那個小孩才行 車廂的小孩不行 要前後車 車到幾輪 輪死那個小孩 大陸 他認得到 是不是 大陸武漢肺炎 隱瞞疫情 害死人 搞到全世界雞毛鴨血 這些家長 沒有資格做家長 你這廢男子 害死自己的兒子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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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社會上 是少數 不過 他有警察 跟他在一起 他有法院的法官 跟他在一起 他有整個 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跟他在一起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有很多市民在這裡 我們有講真話 我們心要講真話 我們有良心 我們有良知 我們警察 不讓我們遊行 我們要出來走 我們走法律了 你不讓我出來遊行 但我可以出來走 我自己出來走 是沒有犯法的 你去嗎 我們要做這些事 現在香港人 全部香港人都要做這些事 你不要再理 你不要再理 警察批不批准那些遊行 警察是不會再批准所有遊行 那就怎樣 我出來自己走路 你吹了個帳 我自己出來走路 你抓我 你可以抓我 你可以抓我 我懂得保障自己的權利 怎樣保障 我現在說一下 這個是健康廣眾 懂得保障自己的權利 都是一個健康 但你說警察會打橫來的 是 但我們都盡量保障自己 例如 警察抓了你 你用不需要說話的 不用說話的 我沒有話說 警察抓了你 全部都是我沒有話說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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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不要說 尤其是16歲以下的小孩子 你們兩個妹妹 16歲以下的聽住 警察抓了你 是我沒有話說 千萬不要說任何話 因為你說了任何話 你那天為什麼要參加遊行 我那天遊行怕什麼 因為遊行是我權利 吹呀 你說了這些話 警察就會有機會入你了 什麼都沒有說 我沒有話說 保證我們的權利 老人家都是 什麼人都抓的 我沒有話說 保證自己的權利 律師的電話記不記得 香港人現在不需要記住999 打999是沒有用的 721 不見人 831 打死人 不用記住999 沒有警察的了 香港 全部是黑社會 分別是有牌還是沒有牌 是嗎 沒錯 記住律師的電話 拿個電話出來 65499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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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的電話 扁費的這個律師 不想令郭榮一這麼辛苦 記住不要投啊 李慧琼 之前解散他了 是的 記住律師的電話 65499452 65499452 記住這兩件事 合法的 沒有話說合法的 他拘捕你 他只有權力 扣留你48小時 最多 他如果要去搜你家屋 他一定要有法庭的搜查令 那法庭會不會給搜查令啊 當然會啦 法庭就是差好 就是共產黨 現在是一樣的 他是會來搜你家屋的 所以在你家屋 你要經常大掃除你的家屋 知不知啊 那些事不要在你家屋找到 即那些勁事不要在你家屋找到啊 知不知啊 那些市民 你嫁你不等 是啦 記住 警察 如果在街邊捉住你 我要搜你身 是可以的 他可以搜我身 他可以查我身份證面 可以看我的袋子的 全部都可以 我家屋有個城龍 說那些電視會爆炸叫他來找啊 是啦 你要問一下他 你搜我的袋 你懷疑我犯什麼法 你要問他這個問題 他說我懷疑你 我袋裏面有 公職性武器 哦 我這個袋這麼小 即你的袋 怎會有公職性武器啊 可能有支槍 那就搜啦 搜搜搜搜 警察是可以做這些事的 無限大權力的 現在警察 但是你給你搜 警察要拘捕你 你一定要被他拘捕 不然你就是拘捕 你要被警察拘捕 如果警察叫你協助他回去調查 你可以不回去調查 喂 我們是有權不協助警察調查的 我不喜歡協助你調查 我現在不可以協助你調查 是可以的 但是他說拘捕你 抓你 你就要被他拘捕了 這個是個分別 喂 各位市民 你要認清楚自己這些權利啊 這個權利 如果我們不認清楚 如果我們不接近自己的權利 我們就連這些小小的渣欄都沒有了 大哥 你明不明白啊 他會打橫來的 現在警察 法院 法官 政府 全部都是一堆人來的 我們市民 我們香港人 是要跟這個政權 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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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跟他抗爭到底 是要跟他打仗啊 大哥 我們沒有槍 沒有炮 我們怎麼打仗啊 是啊 我們沒有槍 我們沒有炮啊 我們如果有槍有炮 他就報我們有攻擊性武器 我們沒有槍 我們沒有炮 但是我們依然可以有真話 有我們的權利 我們繼續站定定 最後我們都會掛柴的 我們一定會掛柴的 這個問題是 你跪在那裡掛柴 還是站在那裡掛柴呢 各位市民 我說真話 我不會說 我們不會死的 我們會打贏他的 我們最後都是掛柴 但是那個分別就是 我跪在那裡死 還是站在那裡死 各位市民 你以為你跪在那裡就不用死 跪在那裡一樣要死 你就是移民 好像上一代游水下來香港 剛才那些過馬路那些死混蛋 拖著個兒子 藍絲 藍絲是沒有良知的 藍絲不是政見 黃藍不是政見 黃藍都是良知的 現在還支持共產黨的人 是沒有良知的了 支持講大話 現在支持共產黨的人 是沒有良知 沒有人性的 各位市民 我舉一個例子 你就知道怎麼沒有人性 李文亮醫生 第一個說武漢世源很危險 喂 要告訴別人聽 搞到整個世界雞毛鴨 李文亮醫生 開頭是被人抓的 現在李文亮是被人當做烈士的 這個是沒有人性的政權 才做得出的事情 各位市民 你知不知呀 醒來呀 以為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 唉我們有法治呀 唉我們有法律呀 唉我們有英國佬保護呀 唉我們香港人呀 喂大陸佬為何要用一國兩制欺騙我們呀 因為貪我們幾萬億外匯儲備 幾萬億我們香港人有多少錢 知不知我們香港政府有多少錢呀 幾萬億周圍擠 擠什麼未來基金呀 明日大月 拿了明日大月的錢出來 派了給市民 我們都沒有明日 誰說我們有明天呀 我們沒有明日的啦 還明日大什麼魚呀 明什麼日呢 拿明日大魚的一萬億 用來填抗的一萬億 分了給香港市民 派錢 賠水 這些錢是香港人的 不是政府的 政府不會拔西金的 政府所有的錢都是我們香港市民的民資 上一代有些老了的人 這一代 我們交稅 我們供養這個政府 我們賣四萬元 政府所有的錢都是香港人的錢 將一萬億明日大魚的錢 煤水全部分給香港人 為何不收拾 為何要在明日大魚呀 有明日嗎 你們有明日嗎 我看不到我的明日 我都看不到你的明日 我不會講大話 我不會說明天會更好 明天是不會更好的 明天只會更壞 一國一制 大陸的手插下來我們香港 所有反對派的人全部DQ 拉完李柱美 你不可以上一代民主派的那些 這一代大豬嘴的那些 猴山雞全部打死他 拿去申公器 推他下海 陳彥霖 周梓樂 見到周 黃藍為何不是政潔 是良知人 就算我們是黃絲 你和我都是黃絲 如果今天有個制壇在這裏 是快制死了的藍絲 例如有個藍絲死了 他在那裡快制 我想你和我 就算是帶支嘴的那些年輕人 下個個制壇都不會一腳踢走人 那些東西 是不是 死者混蛋 昨天那些警察 前天那些警察 在將軍路 即是周梓樂 那個22歲的科技大學的大學生 大學生來的 大哥 的制壇 全部拆掉 要消滅這些記憶 這個是暴政所為 各位市民 黃藍都是良知來的 黃藍不只是政見 各位市民 我們是人民力量 我不是每個月 我不是每天來這裏 我一個月來這裏一次 跟著去柔塘 藍田 潮文山 我跟那混蛋 唯有上街 是的 記得 要上街的 抗爭運動要繼續的 年輕人 幾號 五月十號 五月十號 沒錯 那些年輕人要繼續上街 不過上街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一點 上街去 去島路 去什麼城 扔東西的時候 一定一定要小心一點 我會市民 有些人會再去燒警署 燒警署都要很小心 現在那些警署 我不說另一個警署 我說大埔 大埔警署 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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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那些死警察 我們一定要支援所有這些抗爭去做 又有啤酒 最開心的 Corona 這個是 冠狀病毒的啤酒 是的 武漢肺炎 搞到全世界雞毛貓串 是在武漢來的 就算我今天看到新聞 有些人說 你怎知道武漢肺炎是在武漢來的 你都不科學的 喂 我不知道最最最重點那個科學 查不查到是不是在武漢來的 但是我知道周圍 譬如大陸佬 他將 開頭 告訴大家聽武漢肺炎 警告大家很危險的人 抓了他 我看到大陸做這些 那我就認為 大陸佬是要忍募很久的 是吧 這個是推理來的 大陸佬 我不知道武漢肺炎爆了那一刻 是吧 在武漢啊 還是在美國啊 在哪裡 我不知道 這個是科學派 但是周圍那些要告訴我 大陸佬 抓了那些 講武漢肺炎 很危險的人 那些醫生 抓了那些 大陸佬 大陸佬沒有言論自由 大陸佬 上飛時谷 在大陸 上網 是受到很多限制的 要翻牆 我知道資訊是流通在大陸 這幾個夾夾為大陸 就令人懷疑這個武漢肺炎 你大陸佬一開頭 剛剛 很正常的推理來的 大陸 這個 所以這個是健康狂 我請個護士來 我現在請個護士出來 我們講這個健康 特別 他今天要示範 急救的那些東西 是不是 我們給這個護士 他真的是護士來的 警察抓不到的 我特地找個護士來的 因為這個健康工作 有護士是很合理的 是吧 OK 好 大家好 我是雲姑娘 大家見到我兩個禮拜 是 今天距離 大家已經有兩個禮拜 是 是 大家不要太腦定 因為現在這個護護節假期 是 如果大家都不守規矩 都還是 沒有小心去處理的話 那 人情罪嫁的話 那可能兩個禮拜後 就會見到 又一個風風了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風風 沒有風風 大家都很 手自在 大家也很 成功地去控制 但是我們要保持住 因為呢 你知不見到呢 我甚至三個禮拜 一早一百元 有一個流氈性的流行 是 他第一波呢 就不是只控了人 那後來呢 因為後來好像盜控那樣 是 盜控了之後呢 那些人又出來聚集了 是吧 是 那就是第二波打的東西 哦 因為他們的照片輕盡 是 是 那又出發了 就忘記了所有的小燈 的處理方法 是 那於是又來第二波 第二波就沒有了 那實際大家呢 就不要忘記了 一百年的教軍 一百年前 我們已經拿了一個教軍 我們就五十兩 再重建 這個這樣的第二波 給很多人 這個 所以我們要 好好的繼續 緊守 健康的衛生 那些防疫那些 沒有很急 說要活火 沒有很急 留得輕生在 哪怕沒有牌 沒有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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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呢 我想呢 講一些 再厄外一些的事情 剛一次就講了 一些的統計 一些的 挫抖的方法 那就是 今次就想再進取少少 就教一些 如果有個人 突然暈倒 那要怎樣幫他呢 那如果突然暈倒 人工呼吸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嗎 一開始 武漢二月初期的時候 是 通過很多的 Facebook Whatsapp 那些微信 那些拍很多人 突然在街上暈倒 記不記得嗎 記不記得 這段時間有些少年 香港有些少年 香港好像不太多 外國好像也不太多 但是初期的時候 就經常都有一些 的陸景 傳遞出來 那些人都沒有進到醫院 搭乘車 走到醫院 都沒有進到去 他已經掛下了 所以我又想 不如今次都教了大家 如果有個人 正在你旁邊掛下 應該怎樣去處理 好 加上你今天這個題目 是幫DSE考生 是 我想告訴你 我在學校做 我在學校 在學校 幫一些國內學生 就是國內學校 幫一些學生 他們的傷病 就會幫助我 有很多考試 和很多的側中 我都有一些這樣的類型 是 是 是 那這個 所以我就說 不如DSE考生 可能不斤 這個動作 都可以幫到大家 突然有人 在那邊掛下 可以怎樣幫他 對 再說說第三 叫做Juby Background 再說 好 要找一個人出來 對 要找一個美女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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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哥 我們也要找一個 對 是 你啊 遲遲 先 你女 好 說一下最小 你知不知道 如果現在你在叫做車 現在還有一個更多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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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不需要我們這個白痴陸霧啊 搞定了就不需要了 那就可以不需要用白痴來 有黑牆的白痴去搞定真的有需要的 所以他都會在電話裡面教你怎樣幫我玩的 雖然你還沒學過 但我也嘗試學這個九九九武漢中心 不是 九九九武漢中心 其實打完九九之後 他會幫你轉角去這個武漢中心 然後用Cassel心那些責任 他會指引你怎樣幫我玩的 哦 在那裡電話指引 是啊 好啊 好啊 特別在一些緊急的情況 他都會給點指引你 那 好啦 現在就開始了 OK 現在有一個人 遲前運運 遲前運運 運得美一點 我們對女士 來這裡 好一點點 但現在是突然間中了火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中了火 是的 我不知道的 所以你也要確保護你的東西 看口袖啊 看眼袖啊 我可以說 臨時落級是沒有手套的 沒錯 但是我們也要假設 如果你有手套的話 你也會戴上的 但是臨時落級這個手套呢 其實我們是香港人來的嘛 香港人很正面見的嘛 你可以隨便垃圾膠袋 即是測試人家的乾淨 不可以用垃圾膠袋啦 或者廚房通常會洗會手套嘛 洗會扭套又行啊 又或者你的刀紙的酒釘 酒釘啊 手釘袋呀 dip lock bag ぁ anyway 所有關鍵 你将包ід上你的手 所以终于自动不能达到感染 当然如果前妻在你妈是我的 你就不需要太担心她感染你的 因为女 要证定你 你先说一口都感染上 即不 但是假如现在他替您不是 就是你妈 是的 ciones 即是你朋友,你和他走一走,你現在回路了 即是一個考心,考官,他突然在地上,他停在地上 但當然要解釁這個人是沒有頭會受傷的 那我先講一些簡單的case 首先,第一,你不要衝過去先離開 第一,你要停一停,停一停,想一想 停一停,想一想 不要那麼心急,因為隨時你是第二個受傷者 因為你都是心急 好,第二點,第二點就是安全 安全有幾樣東西 五隻手指 火水電氣障害物 火水電氣障害物 好,第一個火,火你知甚麼 火先,火火物 力打鐵,你遠一點先 不要那麼急,衝過去 是 不是,沒有火先 沒有 是,看看水 沒有 水可以是泳池水,可以是水流水 可以是地下有攤水 地下有攤水都可以很危險 是 是 氣是甚麼 灰汽 是,是那個氣的矮 或者催淚煙都是氣 是 氣體是一個禮物 最後就是外物 外物可以是一些在動的物件 例如是人類 例如是車 例如是電單車 單車 或者一些的動物 即是工集物等等 所以你 make sure 左望右望 make sure自己是一個安全的情況 是 電是甚麼 電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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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make sure你安全的 OK 那你就保障自己 剛才說了 口罩、眼罩、手套 保障自己 好 最後 你紋行 之前都要一路走一路看 因為情況隨時轉變 你明明站在這裏的時候 OK的 很安全的 是 但走過去可能有車飛過來 可能有個人突然走過來 衝過來 是 所以一路走過去的時候 你知不知一路 make sure 你自己是安全的 是 OK 所以你走過去 走過去去耳邊叫她 喂 你有沒有字 對 嘅 嘅 嘅 你假設是她 昏迷狀態 是嗎 你走過去去耳邊 喂 美女 美女 要她的名字不認 美女一定認 美女 要美女都不認 可能她真的會暈 但我們都不要覺得 可能她敢醉酒 對 對 那不如我們 聰明人就出口 她不理你 不懂得食陶醉 是嗎 那我扮人出手 我們都要出手 是 我們通常 我建議 在一個鎖骨 後面這個套的位置 找個手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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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下去 追下去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很痛 是 如果她是醒 的話 通常會有些反應 反應是單盤 買大眼 反應是包括 蠟蕉 整片這裡 反應也可以包括 動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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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 這個位置 對 你扮大力 我們都沒有反應 慢著 她可能都是假裝的 她差勁拉 所以 裝死 我們不如試用最低武力吧 好 最低武力是怎樣 你們的手指隔 沒有尖的 插完手指 這樣 插完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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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對 對 插完手指頭 怎樣 都沒有反應 OK 那你算了 你相信她 什麼事 她真是暈了 但未必是你 死不死呢 那你就下一個步驟 OK 那時候她真的沒有反應 你先 人來啊 你找人來幫手 找人來幫手 找人來幫手 插完手 一人換了 OK 那這個時候 報不報幾處呢 五報 五報 為什麼 一無用的警察 這個其一 其二就是 你報呢 你都要給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是什麼 一 醒不醒 二 有沒有封吸 剛才你們檢查了 醒不醒 你們檢查有沒有封吸 是嗎 是嗎 我現在進來封了 開始檢查有沒有封吸 OK 揭揭這個 都是最簡單的 看電視 等等 我們首先 第一件事 就是有一個人 這個人 可能前前是因為 剛才有人叫她 飛破 然後她激動到 就暈倒 但是激動到暈倒 你的代表是死 是嗎 但是 如果你不激動到她 她有機會死 是 什麼東西死呢 就是被一條舌 被一條舌塞住這個氣 好 是 因為你睡覺的時候 會常常被一條舌塞住 不會的 是 那就是 在一個黑醒人士的人底下 她全身放鬆罩 包括她的舌頭 她的舌頭 她的舌頭 在舌頭下 會紮住她的氣 所以她會這樣被一條舌塞死 噢 打出她的身不需要 啊 厲害了 是 但是呢 因為打出她的身之前 我們還沒調查她的舌塞 那我首先呢 要把舌塞高 然後拼了 啊 怎樣拼高 那怎樣拼高呢 我們首先呢 走過去呢 就可以拼高 對 首先呢 我們要先脫下眼鏡 脫下眼鏡 是 好 然後呢 我們呢 就要幫她拼高舌 來啦 啊 那我們叫做打開氣道 Often Air 怎樣打開呢 我們用一招叫做 聽詞 按壓 按壓 扣摩 按摩 按住那個舌頭 扣著那個骨骨 OK 那英文就叫做 黑超 穿力 OK 那怎樣呢 我做一招打壓的 好 你先走下去 你先走下去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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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那個骨頭 是呀 是呀 但是你很害怕 通常你會浸斜斜斜的 是呀 所以你呢 用手肘呢 放在大腿上 讓自己不要浸斜斜 是呀 好 然後呢 扩下了 要用兩隻手指 是呀 這樣扩起重頭骨 OK 行不行 弄到她的頭部 高一點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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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手指 是呀 不要扯她的腦 你很緊張 不要扯她喉嚨 是嗎 扯她喉嚨 扯她喉嚨 是呀 你上去死就沒辦法 就扯她喉嚨 是嗎 是呀 扯她喉嚨 是呀 OK 然後呢 你就打開口 是呀 不好意思 我最多送個漂亮些的口罩給你 為了多謝這個 好 OK 好啦 不好意思啊 扯下的膏 OK 現在打開了 打開口罩裡面 會不會是 食糖塞住的 吃魚蛋塞住 要打開口罩 是呀 要不然可能魚蛋塞住 塞住了 是不是肯死了 是呀 打開 Make sure 它裡面沒有東西 可能吃了一顆催淚蛋 要拿一顆催淚蛋出來 OK 好了 這個時候沒有東西 Make sure 它裡面乾淨淨 沒有東西塞住 那我們就準備檢查呼吸了 檢查呼吸 要用你的耳朵 用你的耳朵去感受一下呼吸 的受動 是 看看它的胸股和草有沒有動 要不動 是呀 檢查10秒 是呀 可以嗎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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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鼻子 放下去 耳朵 鼻子 OK 聽呼吸 OK 有沒有呼吸 是呀 那你的耳朵來感受一下 沒有呼吸 是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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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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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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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2 112 再不是我們那些精神打去白車中心的 我直接打去極限 2735、3355都可以的 999、112、911 或者2735、3355都可以的 這就是最短的時間 聯絡到白車中心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要丟下它了 因為試過這樣的情況 有一個游泳的小朋友 然後就這樣 咦 有呼吸 沒反應 開白車 那就可以了 等一等一等 誰知道就死了 為什麼死了 他真是剛才所說的 那條例子已經失去氣管 所以我們現在要幫幫他 如果他失去氣管 要是如果你說 他好像剛才這樣吞頭 如果是這樣 我就用剛才這個方法 就這樣 完全不要拖欠你坎心的頭 所以你把那個盒子撤起就算了 我頭也不要動了 這樣就不要撤下去 是啊 是的 那你一直等到白車來 我只是說了十二分鐘 你很慘的 就這樣撤禁了 是 那你確保他 其實我看見黃教 他肯定沒有跌身頭 我剛才好好的保護他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將他打得身動 打得身動 一就是讓他的舌頭 不要壓住氣管 是 第二就是 你有沒有做過 做過 我沒有吃過 你有沒有做斗術 沒有 沒有 那你有朋友做過的斗術 有 那做斗術之前 要全身拿醉那些 是 那通常呢 給不給食物 是 對 為什麼不給食物 沒錯 因為在這個 在斗術的狀態呢 他會為魚 喜歡做事 是 你為什麼要為魚才打 他不喜歡做的力 就把他帶出來 是 是 所以我們要是 發情 對 那這個人都是 這個人在斗術前 可能有些食物 可以抱怒 是 現在他這樣 昏迷了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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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吐 是 吐 是 是 怕食物 入了氣管 我爸都是這樣 是 是 我爸 他吃完粥 他吃完粥 跟著 我媽媽離開了 然後他就吐 吐 吐完 因為吐吐物入了氣管 他就氣出了 然後就拜拜 所以我們現在就幫他打出了斗術 不是只有兩個東西 第一 就是 讓他來 不要失去氣管 是 第二 等他吐吐的時候 都是打痴吐 那些吐吐物很容易 入了氣管 OK OK 那我們開始動他了 好 好 前前 我們現在要動 美女先 美女 我們現在要幫你打痴吐 幫你叫車 喂 為什麼 他暈倒 我就要不要說話 因為保持他清醒 聽著你說什麼 因為有機會他是太弱 反應鼓 但其實可能他還有少少東西可以做 是 所以一路會做 一路會做 一路會這樣 OK 好 首先我們要 make sure 這些東西 不要妨礙著他 因為大家要深深 如果他有鎖子卡在那裡 或者有包頂著 可能會插傷 是 最後才 平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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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話 盡量移開 OK 有時有些大超級無力大耳環 又要開拳 或者有些 CO就未必會拿開的 除非他是無力士 他又交給你錢 你又不可以 找他去代人 叫他還錢 現在幫他準備 轉身 我先生很多次做錯了一件事 所以你要先記住一句 叫做 投入李懷抱 你摸得住 投入李懷抱 是的 那投入李懷抱 就讓他人轉去 他會幫你 是的 很多人就是轉去那邊 有些情況下 你的情況 你所說的是對的 就是在一個太狹窄的空間 譬如 他現在 我這裏 我沒得再移了 我這裏是牆的 現在 這個情況很怪怪 我要打一筆噴 我一定要下去 但是一般的情況 都是投入李懷抱 是不是怕 投入李懷抱 對 是的 你轉身的時候 其實他會趴過來的 是的 那我大腿可以撞住 是的 好 好 錢錢 我幫你轉身 讓你可以容易走氣 我們那個 幫你找個白車的 OK 那可能一會兒 那些白車都很漂亮 因為 一直要跟他說 對 是的 其實可能他很緊張 都不死 是 不過他已經暈了 太大反應 就是暈了 這個頂部 我們 我們要溫柔的地方 這些東西 就是他 待會兒 好 擦一下他 你不好意思 摸摸你 有沒有鎖匙 那些 擦到耳環 頂面 又有沒有在那裏 擦到頂頂 努力地擦掉 他 OK 好 我現在 封一隻鏡 要準備幫他 擦身 好 第一個步驟就是這樣的 大家 有沒有見過 招財貓 有 招財貓是這樣的 我現在先擦招財貓 握一隻手 握一隻手 就舉起他 那 這位女士 就 很新手 你可以將他自由伸直 OK 但如果 90歲老婆 你不要硬 這樣 OK 你不知呢 可以舉到多少 就舉到多少 OK 招財貓 或者有人叫Hallocity的手 OK 好 這裏就是 踏你那邊 就攪手 好了 現在要處理 踏你那邊 手和腳 好 首先攪手 把手 這樣 攪自己一巴 行不行 嘩這個厲害 攪一巴 慢動作 攪一巴 攪起來 OK 好 攪完之後 攪兩隻手 一隻手 敲前手 另一隻手 攪一巴 好 攪完 攪完之後 攪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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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厲害! 你小心喔! 如果一個撿下來你就會走喔! 它會是撿到你的大腿上的 你這個大腿是頂著的 對呀! 現在你不看我認識的樣子 好! 那於是 你會把這個面子穿得90度 擦亂一下 讓我想要自己撥回自己的身體 然後撿下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鏡頭可以過來拍攝他的樣子 對呀! 現在已經在前面了 那前面呢 你把他轉身之後呢 頭的位置呢 穿著一點點 然後轉身呢 轉前 然後封鎖四個身體 然後將他的腿上去 在頭呢 斜鎖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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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拿一些瘟 他 dieses瘟 就可以從這個租出來了 那熟點呢 剛才這樣我騙我 不覺得他有もう一種流血 那這個時候 發生不 不如媳妍體有什麼 情人在想 有一個求婚 或者是 有沒有 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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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治不會死人 但管治How to do 只管管治 知道嗎 最重要是如果有些很嚴重的流血 很明顯的那些 我們就幫它煮 煮的很簡單 找些東西靠近 如果有紙巾就煮這麼好 紙巾圖就找些東西 按壓時會裝潢 是 OK 這個是主委要出現的屠況 OK 現在它很好 睡覺很舒服 這個病人 我順便叫它 剛才不醒了 喂 姊姊 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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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靈姊 靈女 噢 那些火好靚仔 你就拉過來 pelton 靈仔 不用看 OK 靈女 不用洗 不用緊 我們一直都還要調查 要調查它檢查反應 跟検討的回音 OK 剛才有調查聲明 隨時不用的 現在可能不是 對不對? 這樣 就沒耗過了 對 你可以一直在身邊和聽解 一邊和她唱一名的聲音去過 是呀 去找他 即是可以放鬆點啊 等等啊 如果可以做外人好在家裡 不能吃人呢 你們可以去問他在家裡啦 他 說了一句話是否有病患啊 之前他來找甚麼東西啊 因為很多東西都可以用這個分明 是呀 因為之前想用了沙啤酒吧 水來想大一點 或者可能他 因為考不成的歌 然後呢 他沒有人想考試 考試 考試 可能都是很低的 是 是嗎 可能呢 你可以趁機的時候 反應在等人呢 就試著拿多一點資料 是呀 是呀 如果有家人就知道 是呀 那你就正面問他 首先就 發起來了之後 都沒有人要去找他 你才可以去找他 OK 那這個 欸 你示範完了嗎 我那你給他 幾個小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